好 崇文老師你還講過一個是恐慌者的障礙 等於有錢人的機會 你很喜歡說定期定額 你有一個三角形的股票買法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三角形買法基本上因為我們就是利用數學 數學 我們就利用數學 我們就拿這個做例子好了 我們一般人買股票很可能就是說 譬如說你現在買5張 你現在買20張 20張 20張 你買的張數是一樣 所以說就有點像長方形嘛 對不對 那長方形的重心就在中間 所以說你看你這樣成本在中間 可是三角形買法是往下 越便宜買越多一點 你的重心會往下 重心就是大概高的1 3 所以說你看兩邊的平均成本就有差 一個是25.0 一個是24.89 這個重心 所以說我們不是神仙 我們沒辦法預測股價 但是我們可以利用簡單的數學 利用簡單的數學 就是便宜的時候往下我們多買一點 這個叫做三角形的買法 對 三角形嗎 就是在低檔的時候買更多 這可以用在0056是不是 這個最好用的就是這個 我覺得0056 其實我後來研究到一個結果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講佛系 為什麼講傻瓜投資 為什麼呢 其實你投資你目的是賺錢 就你看利用這個方法來講 你只要夠傻瓜你一定會賺錢 你看我故意挑這一年 這一年還很貴 你看我故意挑這個 你看歐債危機 從29塊多跌到20塊多 29塊多歷史高點 你不用做什麼事情 你有錢你就往下一直買就對了 你只要有錢你就往下一直買 你的成本你從29買到20塊 你平均會買再23塊多 對 然後你看更迷人是 你看後來歐債危機過了 2016年開始股價往上 可是你看才漲到25塊多 沒有回去29塊多 可是你平均成本才23塊多 你還是賺2塊 所以說0056這種做法 基本上你只要有錢一直往下買 把握三條型買法 你一定會賺錢 你一定會賺錢 可是這個應該有兩個條件 第一就是你剛講要有錢 有錢繼續買 第二它的趨勢整體後來是往上的 它往上 但是它沒有回到原來的高點 你看它到25塊多 它沒有回到原來29塊多 也可以了 它沒有 那個基本上就是三角型買法 就是我們平均的成本 就是三角型的重心 你一定是在高的三分之一 那三角型買法其實就一個重點 你就便宜的時候勇敢多買一點 那你只能夠選0050 0056這種ETF 你才可以這麼做 對 那再來就是 個股可以嗎 個股不一定 個股真的不一定 你看像這樣表最明顯 你股價沒有漲回去 沒有漲回去29 你就漲到25塊多 你還賺 你還賺 所以說我每次看到這樣表 我就想說以後就這樣做0056 所以說就這樣就好了 傻瓜 但是問題是真的聰明 你會賺到錢 你會賺到錢 其實我們目的還是賺錢 傻傻的做 就還是可以賺錢 紀律這兩個字 有朋友是新加進來的嗎 說這個 20156賺價差 我們剛剛講過 兩次賺價差的方法 兩次賺價差的方法 其實你給他看過去這三年 包含今年 你給他看台灣大盤 你給他看0056 你看大盤後0056都一樣 你會發現 大概每年七八月都是上漲盤面多 你看像這個是2017跟2018年 你會發現上漲都是上漲 0056都是上漲的 今年也是 今年從5月那時候25塊多 一直漲 漲到7月8月28塊多 今年也是 那為什麼 其實很簡單 因為0056它就是30支成分股 高股息 你看台灣股是7、8月 這時候是出錢一望季 所以大家會比較喜歡 去買高值率的個股 大家去買高值率的個股 相對的它的股價就會上來 你成分股上來了 0056就上來 這個告訴我們 其實你要提前買 提前買好 然後去給人家抬轎 你就4、5月買好 然後等7、8、9月人家抬轎 你又給他抬上去 但是建議你看這樣表演看出來 每年9月10月你還是要跑 因為除前期行情結束了 你就跑 抬轎的人跑了 你先跑 你先跑 然後等它下來 我們還是 所以說這是第一個買點 就是利用每年大盤 7、8、9月除前期忘記 你就提前先買 所以說你看 這個就是2017年 你看我們在4月跟9月 2018年你也是4月跟8月買 你看今年也是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你賺到的價差 都大概接近10% 對 這是利用大盤 這樣就輕輕鬆鬆賺10% 你這是利用大盤的除前期行情 你只是先進去買 所以說你看4月 4月大概是端午節的時候 所以你大概端午節那時候你就先買 9月大概是中秋節 快到了 中秋節你就把它賣掉 你看你賺到的價差 賺2塊多 你每年配股息大概1塊多 你價差反而賺更多 這個是利用大盤 利用大盤除前期 我們利用它幫我們排一下 很簡單的方式 這個方式沒有什麼破綻嗎 都可以做 到不了套牢 這句話真的太好用 到不了套牢 沒關係 反美你也配個4% 對不對 大不了套牢 基本上最近這幾年 其實我統計過 其實我統計過 大概基本上勝率超過9成 只有大概2015年 2015年大陸入股不是暑假崩盤 那一年不成立 基本上都成立 第一個我們是利用大盤除前期的行情 第二個我們是利用0056除前期 0056除期是在10月底 我們大盤除期是7、8、9月 我剛剛是不是講說9月10月 你先把0056賣掉 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 你會發現0056最近它都有一個特色 我有統計過 它每年除息後一定貼息 對 它一定貼息 一定貼息 它一定貼息 最主要原因還是很簡單 我們剛剛講的 除息前大家去追成分股 把它追上去 對 那除息後咧 沒有股息可以領了 大家獲利了結 買盤縮手 成分股股價下跌 0056就跟了下來 所以說我們 所以0056以我來講 我到不了就等 等它每年除息後 其實我書上有做個統計 例年我們統計大概11月你買0056的勝率是100% 11月買0056100% 因為它10月底除息 對 我們利用它除息股價下來 然後4、5月買的話是90% 4、5月買也基本上OK 所以說你看像這樣我們這張表 我們可以看到一年你最少可以做兩次 一年你可以做兩次 第一次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 我們利用7、8、9月台灣除前期忘記 你4月先買好 對不對 你4月先買好 然後你利用7、8、9月除前期忘記 幫你拉上去 這第一個 10月賣掉 10月再來買一次 利用0056除息後 10月底11月的時候你買進 你放到隔年 你放到隔年 基本上它都會填回去 0056歷年來都有填 都有填 但是你除息後貼息買 然後到隔年填上你會賺更多 我們是希望賺更多 要仔細聽 真的很簡單一個賺錢的方法 所以說你看像一年你可以做兩次 你第一個就是4月買進 然後利用大盤7、8、9月把你拉上去 你9月10月賣掉 你11月再買 你放到隔年大概2、3月 像我去年 我去年也是 我去年大概10月11月買 買了以後 我也是今年3、4月我賣掉 對 你這樣一年可以做兩次 我們從這裡就可以看到 就是說你看 我們一年做兩次 你看我這統計是17跟18年 17跟18年 你看17跟18年 你一年做兩次 兩年做四次 你平均 你總共賺28% 你一年也有14% 哇真好 而且是傻瓜 你完全傻瓜 我現在覺得自己好傻 看這麼多股票 今年也適用 今年還是一樣也適用 今年另一月我也做了 對啊也適用 所以我們只是說 我們講說傻瓜 其實傻瓜投資數 既低就兩個字叫紀律 重點兩個字叫紀律 傻瓜無腦投資就是紀律 這樣的操作方式 施老師你就是買了不賣 對不對 我舉我媽的例子好了 對 前年他賣24塊 那前年他賺到0.95的股息 他還是沒賣 去年賺1.45 所以兩年賺了2塊4 結果他買24 現在他27 加3塊 對 3加2.4 5.4 5.4除24 超過20% 哇 我覺得我媽更有智慧 哇 所以大家根本就不要花那麼多 腦筋在選這些 所以我是說 我這點跟陳老師不一樣 我就說這個就丟在那邊 不要管他了 說不定我媽贏你 但我覺得陳老師蠻佩服 你怎麼樣可以看到這麼多變動 你不動如山 都可以這麼淡定 這也是要練過了吧 不是 因為我還有腦筋都要花在別的地方 我不想花在投資上面 就這麼簡單 我現在在寫一個劇本 我其實我報仇率輸給陳老師 但是我相信我未來一定有一個風 一定有一個可能可以贏他 我下一個目標就拿金馬獎最佳劇本獎 這陳老師你不會吧 真的 對對對 這是我的目標 好大的一個夢想 對對對 這是我的目標 我的目標不是賺大錢 我的目標是 讓我的生活 想追求什麼的 我有時間去 精力去追求 這完全符合我們節目的這個痛調跟阻止 我們就要追求財富自由 跟限定自由 重點是要自由 不是被金錢 不是被投資捆綁 每天一直看盤 什麼時候不能做 沒有後顧自由之後就可以自由 對對對 然後自由的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找到自己做你喜歡做的事情 實現夢想 有這種自由之後是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這更恐怖 那對他來講 可能沒有自由 比有自由還要來的更好 因為自由就呆掉了 好網友現在在問 一筆退休金的話 要怎麼來分配 一筆退休金 兩位怎麼分配 我目前就是一半是0056 不賣 然後就零股息 另外一半就是等 K-SHOW20的時候買0050 就這樣子 那如果你完全不想動腦筋的話 你就全部買0056了 我舉一個 我以前演講曾經有一個老太太 對 最後站起來謝謝我 她說她先生去世了 給她一百多檔的股票 她每天不知道怎麼辦 她聽完有個演講 決定通通換0056 這個煩惱就沒了 她說一年能夠有5% 進來她很開心 她就不要再管這些事情 我覺得你真的完全不想用腦筋 退休之後 你就買0056 連0050都不要買 可是你剛剛講前面那個動作 把股票先全部都該出的出出 那個動作就很困難了 但是她覺得0056每年K5% 反正先生不在了 她全部賣光了 少一個煩惱 OK 有時候斷舍離 斷舍離 不一樣了 該不應該 為什麼 施老師先說 我覺得 雖然大家說少子化 會造成房價的下跌 但我常常說 我辯論比賽會輸你 但是真實人生 你有一棟房子之後 其實你是相對安心的 而且 到了六七十歲 可能你租不起房子 我常常說 如果你確定你六七十歲 買得起房子 你現在可以租房子 但是你如果不確定 你六七十歲買得到房子 還不如現在辛苦一點 跟各位年輕人說的 一個最簡單的建議 放棄台北市的房子 直接買新北市 這重點 就買得起 第一棟房子不是拿來賺錢的 第一棟房子買得起最重要 90%的人一輩子 不可能換房子 你又何必在乎 那個那麼好的location location好就貴 貴你就買不起 你只要大台北地區 把握三個原則 第一個 不要買電梯大樓 就是老公寓 第二個不要買停車位 大台北地區幹嘛開車呢 第三個麻煩離捷運站遠一點 騎U-bike就好了 你講的跟房仲 講的完全相反 對 房仲要賺錢 他又說location 但你買在信義計畫區 你現在買不起 location好不好 好 但你買在 比如說矽科火車站 有點遠 但是就買得起 矽科火車站 從火車站坐到南港站 一站的台鐵區間車 就可以開始接捷運 為什麼買不行呢 很多年輕人太早放棄買房的夢想 這是不對的 我覺得還是要不要太早放棄買房 去新北市就好了 location差一點的 放棄久一點的 買得起最重要 好 縱你一句 至少有一棟 那陳老師你覺得 其實你買得遠 買得遠其實就用時間換錢 對 你每天那個通勤時間 通勤時間你就要算 所以說在捷運交通方面 會比較好一點 你如果公車塞 像我以前上班公車要兩個小時 真的 真的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公車專用到那 但是我一直覺得 其實像你說像台灣來講 我常講一個觀念 你要買進資產買進負債 台灣那個房貸余額大概7兆 7兆 你賺那個利息 利息賺利息就好了 一年大概1000億 所以說全台灣你買房子的 你買房子大部分都是上班族 上班族你辛苦賺到的錢 可是你一年有支出1000億才利息 你到銀行股東的口袋 到銀行股東的口袋 就是說你是買進負債 那我常講 像我在學校最明顯的 學校老師考進學校第一件事情 都年輕人 考進第一件事情一定是結婚 再來買房子 然後20年 30年的房貸 你看你如果貸款1000萬 20年你大概繳1200萬 你一年要60萬 一個月要5萬塊 你看對年輕人來講 一個月5萬塊重不重 一個月5萬塊 那房貸本息差不多要1000萬的 對 就是房貸1000萬 你房貸1000萬 你一個月要繳5萬塊 一個月要繳5萬塊 你看一趴的行環境 再上去就更高了 你薪水才多少 你一個月要5萬塊 而且你要繳20年 所以說在這20年當中 你只能做一件事上班賺錢給銀行 上班賺錢給銀行 20年後 你沒有時間給自己去滾那個富利了 對 這有道理 要變巫奴就不樂活 也沒錢去滾富利 你沒錢買005056 我想最重要的 我1990年12682摔下來 為什麼沒有受傷 就是去買了房子 就這麼簡單 那個時候貸款層數多少 5成 利率多少 10% 當然那個時候 房價其實我也買了 你們講的 我們都沒有經歷過 對 但是現在貸款層數8成 那個利率2% 你真的買0056 還可以套利3% 買了房子之後 拉長還款期 不要管他總價多少 第二個就是 千萬不要太早還 因為0056就賺5% 銀行貸款2% 可是還是要撥出一點錢 可以辦法買005056 當然 他萬一所有的錢 買房子之後都沒有錢 因為你還有薪水進來 還有薪水 繳房貸啦 繳房貸 那個如果你不要買在1000萬 新北市 七八百萬的房子 比比皆是 對 我是比較覺得說 我們可以用折中 什麼叫做折中 我剛剛算了一下 你1000萬的房貸 你一定要繳60萬 對 那你先忍那個5年 跟媽媽住 或者是住房子 忍那個5年 你可以存300萬 那你存了300萬 你拿去投資5%就好 你有15萬 那你再去貸款買房子 等於你的股票 會幫你繳15萬的房貸 你會輕鬆 OK 你會輕鬆 所以說重點是說 我還是比較建議年輕人 你最起碼 你先有第一桶金 第一筆資產 那你靠資產去幫你去負擔負債 狡兔三窟 這樣會比較輕鬆一點 OK 有人問說這40歲在存股來得及嗎 40歲存股 永不閒持 永不閒持 今天第四句進去 Never too late OK 都可以的 一定要存 對不對 像我們來講 我們也是會存到牢牢的 你說40歲 我們都50幾了 我們還是在存 對 他們到現在還在存 另外這個粉絲王蝦米 蝦米 他說那勞退金 他是不是可以一次領出來 買0056 他今天聽了很有感 要嗎 可以 勞退金 可以 可以 很勇敢的回答可以 勞退金 人家一次領出來買0056 勞退金的投資報酬率 還沒有5% 對不對 OK 所以這可以的 我是贊成 可以 OK 但是千萬不要買個股 對 不要買個股 其實你勞退金領出來 你可能你現在計畫上 我要買0056 可是你常常說 其實人都是你會變來變 最怕是你又中途變掛 對 你如果說你會中途變掛 你聽說這個50% 那個100% 你去買結果賠光了 那你還暴露 你就把它放在勞退裡面 0050 0056是一筆買 還是這個分散來慢慢買 我比較建議就是說 我常常這樣子講 其實都是很簡單的數學 對 比如說你有這麼多的錢 對不對 那你就一半 你就給他定期定額 對 你一半定期定額 另外一半 你就給他縫低降 我們最簡單 假設你有兩百萬 假設兩百萬 你就一百萬定期定額 一百萬怎樣 比如說風梯加碼 你定期定額 你就自己判斷 你如果說 你想要說 一年內把它定期定額完 那你很簡單 你一個月買八萬塊 就這樣子 一個月買八萬塊 你就像我這樣 反正你就固定時間 你一個月買八萬塊 就給他買 但是你如果說碰到意外 比如說川普 那個3100 又可25%下去了 又大跌了 你不是要一百萬定期加碼 對不對 你要從裡面十萬二十萬 你要真的去加碼下去 但是我強調 你是0056才可以這麼做 個股你不要這麼做 個股不要 就三小型投資法 低檔再去加碼 對 好 這個白同學是怎麼 他一直說他做股票 做到已經憂鬱症了 這就有限 就是愛選股就會憂鬱症 不選股就不會憂鬱 就這麼簡單 OK 好 還有黃金 這個黃金現在大家說 是避險工具 黃金適合投資嗎 兩位有投資黃金嗎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其實黃金它本身沒有什麼價值 你買黃金 它唯一的價值是別人用更高的價錢 把你買走 它唯一的價值 它不會產生股力 不會產生任何東西 那當然 最近可能美國還是 川普一直逼著降息 然後在貿易戰 有可能黃金它會再上 但是我是賺到價差要跑 它不會產生任何的價值 OK 補充一下 不要買黃金存折 情願買黃金條塊 真的打仗的時候 條塊可以帶著跑 還跑得到 存折沒有用的 還有重點 今天上課上了這麼久 因為黃金不會配息 好不好 沒有配息 來保護我們 就不是一個好的安全投資工具 還有人說 存股要存到什麼時候開始享用 存到什麼時候開始回饋自己 這個有時間的 這個看個人 就是看你自己覺得說 你喜歡過什麼樣的生活 對不對 比如說你股例 如果說你已經可以存到100萬了 你當然你可以撥個50萬 讓自己活得開心一點 對不對 那你也可以 比如說我100萬再繼續 我希望到200萬的時候 我可以領100萬出來 其實重點是看你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那個是看每個人不一樣 那個沒有一個標準 每個人標準不同 有人說0056跟這個銀行的公股 哪一個比較好 我比較喜歡0056 因為畢竟它做到分散 你還是買了1000張的樣公股 他錢多 我買1000張的銀行股 最主要就是說當初那時候買 因為我過去那時候買 就好像買都便宜 我成本低 對 成本低 你現在現在 因為你問我現在成本高 對 現在成本高 你公股還是會出狀況 你說趙芳京被罰1.8億美金 然後金融股又碰到傾富案有沒有 20056相對分散 我們投資分散是一個很重要的 特別你要長期持有 OK 多少錢可以叫財富自由了 自己覺得夠了就是自由了 夠了就自由 很多人就覺得他一直都覺得不夠 你知道 人心這個 這樣子講好了 退休很多人說一杯水 對 很多人喝得很快 就還沒走 很無助 對不對 很多人喝得很節省 還剩一大杯就走掉了 對 我們現在就是要做什麼呢 還是一杯水 但是你不斷的有水加進來 你就放心了 OK 而不是說只有這杯水 慢慢喝 但水不斷在增加 重點是 其實現金流 你如果說存現金 你3000萬5000萬 你不一定夠用 搞不好你活到120歲 你還是不夠用 對 但是你如果說 我每年我只要 大概50萬60萬 那你就譬如說 你就存個1000萬的股票 每年零5%你就50萬了 這個現金流是長長久久 所以說我們focus在 怎麼樣幫自己 產生穩定的現金流 這個比較重要